第二题,它说如右图将AI分成8等份 好,AI分成8等份 那以致V点的坐标是2的11次方 V的坐标是2的11次方 F的坐标是6乘4的5次方 好,那我先算F好了 你知道吗?6乘4的5次方 其实它叫做2乘3乘上 那个4叫做2的2次方,括号5次方 所以它就叫做3乘上2的 这个地方是10嘛,对不对? 所以2的10次方跟2的1次方 所以是2的11 好,F的坐标呢 就称为3乘上2的11次方 那当然V的坐标就叫做2的11次方 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 再来,第二个 下列何者错误 它就开始问这些问题了 那第一个叫做 A选项就是说 V珠线段等于2的11次方 V珠的长度怎么算呢? 我先这样思考 V啊,它叫做1乘上2的11 那F叫做3乘上2的11 所以,如果我今天问你VF的长度 多长? 是不是叫做F F坐标减掉V坐标 对不对? 3个2的11 减掉一个2的11 所以其实是两个2的11次方 好,那珠不就是这一条长度 V珠的长度了 V珠的长度不就是VF的一半吗? 所以V珠直接就把VF的长度除以2 OK,所以就叫做2的11次方 好,这个叫做A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V Ai的长度多少? Ai 反正我刚刚已经算出这一段 V珠的长度是2的11次方了 这是对的 再来,Ai呢 Ai总共是1,2,3,4 是不是4等份? 对不对? 所以我的Ai 对不起 Ai的长度就叫做4段的V珠 好,那它就叫做2的2次乘上2的11次 所以叫做2的13次 也是对的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C C选项说珠点的坐标是2的12 哇,啊珠的坐标怎么算? 珠的坐标是不是就是用V坐标去加V珠长 再讲一遍哦 C的坐标怎么算? 对不起,珠的坐标怎么算? 用V的坐标去加上V珠的长度 好,所以2的11次方 这是它的坐标 再加上V珠的长度呢? 不就是2的11次方吗? 对不对? V珠就是2的11次方嘛 所以就是2的11乘上2倍 所以它就叫做2的12次方 这也是对的 好,那最后一个 H的坐标怎么表示? 好,H的坐标怎么表示? 好,这个是不是叫做用F的坐标 去加上FH的长度 对不对? 好,所以珠的坐标应该要用 哦,对不起 H的坐标应该要用 3乘上2的11次方 去加上FH的长度跟V珠的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再加上2的11次方 所以它会叫做三个 这个叫做一个嘛 所以三个加一个 所以总共是四个 2的11次方 所以那个4又叫做2的2次 乘上2的11 所以答案叫做2的13 所以H坐标称为2的13 这个就不对 好,所以答案叫做珠 2的11次方